下集更精彩,但是这集集出得先学完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齿觉怎么运用 有朋友可能还觉得这个不够明晰 前面这个金木水火土,梦中忌 这个忌就是土,指的是陈煦丑味 梦是银身四汗,重就是四五毛勇 四个十字,正规 那么这个土它是最静的,它是暴龙万物的 这个木火金水都包括 它作为最小的,它到时候寄生于四个方向 那么这个就是五方变成了四季 就是只有四个季节了,那么就不包括这个土了 它从这个生的过程呢,就是正五行 我们木生活,就不包括土了,土成金,金成水 但是这个万物成于土,化于土 都是由土而来,由土而去,尘归尘,土归土 所以这个那一生的时候呢,也是最后到了土 你也可以讲第一个就是土 你也可以讲第一个就是土 但是,如果是相对来说第一个是木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金 那第一个是土的话 那第一个是土的话 那第一个是土,开天蔽地,从商开始 正常来讲应该是供,对吧 供商觉之语 那么从商,就是可见这个已形成了 这个说完了啊,然后这个梦中记呢,也解释了 最后,我们说这个怎么用 这个图跟咱们网上查到的那些用法不一样 网上说是隔三位再回来数,真五行这样 我们这个非常简单 嗯,就顺着数 比如说,你是耕五星位 那么你这个,他的五行呢 就是本位,路旁土 那庚在哪儿,心在哪儿,这个就不动 因为众位的第一个 如果是庚身心有呢 你看这个土啊,还是土 庚身心有 变了梦第二位 那么就顺着数一个 就到了 如果是庚虚,信汉 顺着数两个 拆穿金 还是没错的 就顺着数 你可以找 说是这个,他所生 我之子 就到了这儿 我之孙 子之子 就到了这儿 就这么简单 这个图啊,初学如果是 不要死尽背的话 你就这样记 当然,古人 如果你就六十个 说背也就背了 为什么搞出这么一套了 自然他这个原理都在其中 所以说还是让你这样去 而且对盲人来讲 也是非常有力的 那么下来 我们就说这个 最后我没解决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啊 我是完全自己参悟的 就是根据这个同位曲奇哥 对盲人的 那我们下节课再说出来了 这个纳樱里面啊 这个不光是江湖派 江湖里面有很多 什么巫上之土 这个田园之狗等等 然后白马怕青牛啊 按季节啊什么 这个很多落在民间